《两岸新新闻》 这些重点消息要关注 一起先来了解 韩朝今天重开热线联系通道 朝鲜半岛局势能否走出寒冬 日本媒体称 安倍决议今年秋季强推休憲 修改宪法第九条是否已经建在线上 春运首日货车票今日开抢 铁总表示要创造公平购票环境 台湾天下杂志最新民调显示 台湾青年中国人认同比率提高 今天下午 韩朝通过板门店联络官渠道通电话 这是韩朝时隔一年11个月后 再度恢复联络渠道 韩朝板门店渠道 于开城工业园区停运的 2016年2月切断至今 据朝鲜中央电视台当地时间1月3号报道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已下令重开在板门店与韩国方面的热线联系通道 韩国统一部有关人士表示 朝方于下午3点30分打来电话 确认电话和传真能否正常使用 韩国方面对朝鲜响应韩方提议 宣称重启板门店 韩朝联络渠道表示欢迎 并称韩朝联络渠道恢复意义重大 此前 韩国政府向朝鲜提议9号 在板门店举行韩朝高级别会谈 就朝方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 改善南北关系等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 此次会谈如能成功举行 将是韩国总统文在寅上台后 首次举行韩朝政府间会谈 也将是2015年12月 韩朝副部长级会谈之后的 首次韩朝政府间会谈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1号在发表新年贺词时表示 朝鲜有意派遣代表团 参加即将举行的平昌冬奥会 存在南北当局就此进行紧急会谈的可能性 对此 韩国政府和2018平昌冬奥会组委会表示欢迎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耿爽表示 中方欢迎并支持朝韩双方 以平昌冬奥会为契机 为改善相互关系 推动缓和半岛局势 实现半岛无核化 做出切实努力 我们主张半岛问题的有关各方 都应该抓住半岛局势中的积极动向 相向而行 中方愿继续为推动半岛局势 重回和平解决的 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的正确轨道 实现半岛无核化和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2018年新年一始朝鲜半岛显现久违的积极信号 紧张的半岛局势能否走出寒冬 我们请张慧为我们带来梳理 张慧 好的 王刚 我们来看 在经历了一整年的刀光剑影口舌之争后 朝鲜半岛市终于迎来了恢复对话 缓和局势的一线曙光 韩国总统们在营2号召开新年首次国务会议 要求政府部门迅速的制定方案来促成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 半岛恢复对话也迎来了宝贵的机遇 有韩国学者就认为 朝鲜半岛以这一世界性的和平盛会为契机缓和关系 显得是顺理成章 朝韩双方的反应显得是比以往更加的积极了 金正恩的新年讲话也可以被视作为 对韩方提议把平昌冬奥会作为南北关系改善契机的回应 而韩国总 而韩国统一部长官的赵明军也表示说 我们希望双方是坐下来开诚布公的讨论朝鲜参赛事宜 以及改善南北关系的方案 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形式 韩国政府都有意与朝方来对话 有韩国学者就认为 有官方面或可在冬奥会期间实践事实上的双暂停 而被视作是引发半岛局势紧张的韩美联合军演 文在寅上个月就表示 为了促成朝鲜参赛啊 韩国向美国是提议 推时原定在冬奥会期间举办的这个关键决断和突就年度联合军演 朝鲜长期是谴责韩美联合军演是清朝战争演习 常常用导弹来试射回应 那双方是相互的刺激 致使半岛局势紧张 韩方的这一表态呢 无疑是能够缓和目前双方的紧张局势 韩列社报道说 这一次高级别会谈如能举行 将是朝韩自2015年12月副部长级会谈以来的第一次 以往的经验表明啊 一味的市强斗狠是无法解决半岛问题的 而恢复对话实现和平 是韩朝民众的一个共同愿望 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对此呢 各方都需要拿出应有的勇气来迈出第一步 走出对话的第一步应该是时候了 眼下的朝鲜半岛正经历着严寒 人们期待朝韩双方相向而行 让半岛尽快地走出寒洞 以上就是我的梳理 再把时间交换给王刚 好的 谢谢张辉的梳理 据日本共同社2号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计划在2018年 大力推进修宪进程 其中修改宪法第9条 将成为安倍最为重视的目标 自民党打算尽快统一方案 于今年秋天在国会上提议修宪 日本共同社报道称 在自民党去年通过大选 巩固执政地位的情况下 安倍正在积极推动的修宪 将成为2018年日本政治的焦点 在修宪方针中 安倍最为重视宪法第9条的修改 根据安倍目前设想 自卫队不属于战力 第9条将保留规定放弃战争的第一款 和写入不保持战力等的第二款 同时让自卫队明文入线 结束自卫队是否违宪的讨论 自民党内还有包括删除第9条 第二款在内的其他方案 如何统一表述 有待党内协调 自民党宪法修改推进总部 将于1月下旬重开全体会议 到时如何修改第9条 将继续作为四个核心议题之一被讨论 目前日本仲参两院议员中修宪派 占据三分之二以上议席 满足发起修宪提议的条件 根据自民党的计划 最早将于今年2月下旬 汇总本党修宪草案 提交仲参两院的宪法审查会 并争取在今年秋季的临时国会期间 正式发起修宪提议 另据朝日新闻报道 秋季修宪已经成为自民党的基本目标 尽管执政党同盟公民党内仍有修宪慎重论 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 主张反对修改第9条 共产 自由 社民等在野党反对修宪 但在修宪势力占据国会席位优势 和行政资源的情况下 日本修宪正一步步接近现实 以色列议会1月2号通过一项法律修正案 强化对耶路撒冷的控制 巴勒斯坦当天谴责以色列议会通过该法案 称其非法 根据这一修正案 以色列政府未来对耶路撒冷地位问题的任何改变 都必须获得议会中超过三分之二议员支持 这将过去议会中半数以上支持的门槛 提高到议会全部120名议员的80人以上 分析人士认为 此举将进一步加强 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实际控制 这一修正案还删除了原有法律中 关于耶路撒冷市区边界不可更改的条款 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 这将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周边地区 清除更多巴勒斯坦人村庄创造条件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的发言人二号晚发表声明称 以色列议会通过的耶路撒冷法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宣布 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一样 没有合法性 以色列议会通过耶路撒冷法 等于向巴勒斯坦人民宣战 与此同时 巴以局势进一步紧张 巴勒斯坦方面表示 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 和加沙中部的戴尔巴拉赫发动空袭 造成建筑损毁 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以色列总参谋长加迪艾森科特 当天也表示 加沙地带在过去一个月 向以色列发射了20枚火箭弹 美国白宫当地时间2号 继续对巴基斯坦发出强硬表态 要求巴方在反恐问题上付出更多 声称美方将在近期采取具体措施 向巴方施压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 在当天记者会上指出 巴基斯坦可以付出更多 来阻止恐怖主义 而美国也想要他们这么做 桑德斯还表示 美国可能在未来24到48小时内 公布向巴基斯坦施压的具体措施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 当天早些时候对记者表示 美国仍将暂停 对巴基斯坦2.5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美国政府曾多次 抨击巴基斯坦反恐怖力 最新一轮口水战 识自美国总统特朗普新年一史 在社交媒体上的一条推文 特朗普表示 美国过去15年向巴基斯坦 提供330多亿美元援助 巴基斯坦却愚弄美国领导人 特朗普指责 巴基斯坦给恐怖分子提供庇护 并声称再也不能这样下去 美方此番言论 引起巴方强烈不满 去年8月 特朗普公布美国对阿富汗问题 和南亚地区的新战略 指责巴基斯坦为塔利班等组织 提供庇护 去年9月 美国国务院表示 以暂停对巴方 2.5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巴方需在消除境内恐怖组织 庇护所 以及阻止阿富汗境内恐怖分子 越境袭击方面 做出更多贡献后 才能获得拨款 巴基斯坦政府多次驳斥美方 有关反恐问题 对巴方的指责 并对美方忽视巴方的反恐贡献 表示失望 更多新闻 来看一组简讯 伊朗最高领袖 哈梅内伊当地时间2号 在德黑兰批评伊朗的敌人 煽动伊朗国内近期的动荡局势 这是他首次公开回应 过去几天伊朗多地的示威 同一天 伊朗伊斯兰革命法庭庭长警告 因示威暴力而被捕的人 将面临严厉惩罚 据英国当地媒体2号报道 英国正在就明年3月脱欧后 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与相关各方进行非正式会谈 据金融时报报道 英国贸易大臣格雷格汉兹表示 英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没有任何地域上的限制 碧鲁警方2号晚证实 当天上午在首都立马附近发生的 长途客车坠崖事故 死亡人数已生至48人 另有6人受伤 目前6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 更多新闻马上回来 春运首日货车票今日开抢 铁总表示要创造公平购票环境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雪黄色预警 今年第一轮雨雪将波及23个省份 欢迎回来 2018年春运火车票今天正式开售了 今年春运从2月1号开始到3月12号结束 记者从厦门铁路方面了解到 2月1号从厦门始发的各车次的车票 已经可以通过12300306网站查询和购买了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今天下午3点开始 2月1号从厦门始发的各车次的车票 已经可以通过12306网站查询和购买了 开售不到半个小时 记者登陆12306网站 选择了当天前往武汉的火车票 结果发现有部分动车车次的车票已经卖完 往长沙方向的仅有4趟的动车车票 则被一抢而空 而往重庆杭州等方向部分车次的车票 也已无票可售 可见今年春运首日车票的网上抢购形势 还是非常激烈的 据了解 2018年的春运从2月1号起至3月12号结束 共计40天 值得一提的是 为进一步进化购票环境 保障铁路运输秩序 维护旅客合法权益 全国铁路公安机关近日部署 开展了为期100天的 打击导票猎鹰2018战役 据统计 自战役开展以来 共破获导票案件186起 抓获违法嫌疑人765名 查缴火车票2.6万余张 假火车票1.2万余张 中央气象台3号清晨发布暴雪黄色预警 预计今明两天 新年第一轮雨雪将进入密集阶段 降水将波及西北 华北 西南 江南等23个省份 局部降水量或突破历史极值 受南枝曹冬移和南下冷空气共同影响 这次雨雪过程范围较大 将波及西北东部 华北南部 一直到西南地区东部和江南等大片区域 影响23个省区市 降水范围将超过400万平方公里 其中陕西南部 河南 安徽北部 江苏北部 强降雪持续时间长 今明两天 雨雪全面铺展 加上冷空气影响 降温区域也将逐步跨过长江 延伸到西南 江南大部 预计4到5号 最高气温零度线将南压到黄淮地区 像是西安 郑州 京东最高气温都将首度跌破冰点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武汉 河肥 南京 长沙等地 也会纷纷降至零摄氏度出头 气象部门提醒 降雪立于越冬作物生长 并可降噪除埋 但局部降水量或突破历史极值 需防范对交通等的不利影响 1月2号晚 上海无松口8号毛地一货船 长平轮沉没 船上共有13人 截至目前有3名船员获救 10名船员至今下落不明 2号夜间11点39分 上海海上搜救中心解保 再有刚才的长平轮 在无松口毛地沉没 经无松水上交通管理中心系统回放 该轮起毛后曾与毛泊散货船发生碰撞 目前沉船搜救正在紧张进行中 上海海事局已派出10艘海巡艇 东海救助局以及上海海警总队 也已派出船只搜救 救助直升机也已经起飞前往现场搜救 同时6艘轻污船在现场进行轻污作业 3艘打捞船以现场定位沉船 据了解这艘船上共有船员13人 获救的三人分别是船上的大副 大管轮以及一名水手 该船载重钢材5000吨 由迎口开往上海 黄金救援时间为72小时 参与搜救的多部门仍在努力 这个碰撞从目前看来 从碰撞到沉没的时间比较短 他们是不是能做好这么充分的准备 现在还不清楚 他们如果穿着保温救生衣的话 他就能够坚持很长的时间 由国务院侨办主办 华侨大学承办的第六届 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大赛 知识竞赛总决赛 昨晚在厦门落幕 经过比拼 意大利队摘取状元奖 第六届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大赛 知识竞赛总决赛 昨晚在厦门举办 在预赛中 机身综合排名前六的 意大利 泰国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美国 奥地利国家代表队的 华裔青少年 进行决赛比拼 经过激烈角逐 最后意大利队摘得状元奖 马来西亚队和奥地利队 分货榜眼奖和炭花奖 美国队 泰国队和澳大利亚队 赢得近视奖 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知识竞赛 由国务院侨办2008年起 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起 2012年全面升级更名为 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大赛 每年举办一届 今年是第六届 本届大赛共有来自14个国家的 100多名参赛者参加 提醒增加趣味性与互动性 不仅考察选手对传统中华文化的了解 也增加了他们对当代中国的考察 比赛旨在提高海外华裔青少年 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兴趣 传播中华文化 在全球范围内 特别是在华裔青少年的群体当中 有效传播中华文化的一个大平台 同时因为这种大赛 也直接和间接地促进了海外的华裔青少年 对中文中华文化的兴趣 参加本次大赛的海外华裔选手表示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这次来到中国对中华文化 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学好中华文化 可以更好地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 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外国他不是很理解你中国文化 所以还是需要我们这一代来传承去传播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 必须学好中华文化 然后中华文化可以走向世界 我觉得 2018厦门马拉松赛将在7号 也就是本周日开赛 这几天为了备战马拉松 很多报名参赛的长跑爱好者 相约跑步 为即将到来的大赛做热身 晚上八点多的体育中心 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厦门路跑团的跑友们 也开始聚集在这里 在简单的热身运动之后 他们开始了今天的五公里健康跑 享受着奔跑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作为平常热身赛的组织者 路跑团团长张建东 不仅自己备战下马 还指导下马新手们 在这段时间就要开始减少训练量 多注意休息 另外在比赛当天 要格外注意前半部分的适应性跑 赛前一定要对自己的配速 有一个了解 因为我们跑出去以后 会被赛场的这个气氛带动 很多人不自杰了 就会跑得很快很快 然后很多人第一次跑奔的原因 就是刚开始被带坏了 对于即将到来的比赛 马拉松新手们同样充满着期待 我就希望大家就是在跑的过程中 可以享受一下这个美丽的赛道 另外最重要的还是安全完赛了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 日前教育部印发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课程 指导标准 义务教育语文数学化学学科教学 进一步规范和指导 各地分类分科分层实施 五年一周期的教师全员培训 中国铁路总公司2号称 2018年将探索提供预约订票服务 推行电子课票 打造高铁网与互联网双网旅行生活 到2020年 高铁营业里程达到3万公里左右 覆盖80%以上的大城市 中国指数研究院2号发布的 2017年全国300城市 土地市场成交数据显示 全年300城市土地出让金 收入总额为40123亿元 同比增加36% 分析指出热点城市供应增加 预期稳定 拉升成交量及出让金上涨 北京市环保局城 2017年北京市PM2.5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58维克 较上年同比下降20.5% 2017年北京市优良天数226天 比2016年增加28天 更多新闻马上回来 台湾天下杂志最新民调显示 台湾青年中国人认同比率提高 台湾民生党办文物展 将用文物拍卖所得 促两岸统一 欢迎回来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上台以来 其支持率犹如过山车 一路颠簸而下 台湾天下杂志2号公布的 年度调查结果显示 仅有23.8%的民众 对蔡英文施政表现满意 有高达67.7%的民众 不满意其施政表现 台湾天下杂志2号公布 年度调查结果 数据显示 有23.8%民众 对蔡英文施政表现满意 67.7%民众 对蔡英文施政表现 持不满意态度 至于认同问题 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民众比例 创近五年的新低 认为自己是既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的民众比例 为34.1% 创历年新高 其中20到29岁的年轻世代 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比率 更从1.1% 一口气提升到4% 显示所谓的天然毒 不再是铁板一块 而当被问到 去大陆工作的议员时 有37.5%的民众 表示愿意 吸进议员升高 在有关两岸关系的态度上 同一选项也首度翻转 出现上扬趋势 而所谓维持现状 和台湾独立 呈现下滑态势 调查发现 台湾民众对当前 政党政治正失去信心 更有高达七成二的人 不满台湾经济表现 四分之一的受访者 认为自己会变更穷 两岸学者指出 民调结果反映 台湾年轻人对民进党 当局施政不满 对台湾前景感到悲观 而大陆便利政策 给台湾年轻人 就业创业提供了友善环境 让台湾社会的中国认同 比例回升 目前台湾社会的 中国认同比例回升 而民进党却夸大扭曲 所谓的台湾年轻人 都是天然独 对此各方有何评说 我们请张慧带我们来看 张慧 好的 王刚 我们注意到呢 自从台湾所谓的 反服貌学生运动发生以来 绿营就用所谓的天然独 来形容台湾的年轻世代 说台湾年轻人 与生俱来 就是支持所谓台独的意识形态 对此呢 台湾中央网络报 就发表社评来指出 我们看 台湾青年自然而然形成的 台湾意识 与所谓的台独意识 是完全不同的 台湾民众一定要认清这个事实 千万不要被少数 主张台独意识的政客所利用 否则 一旦台湾意识被误导成台独意识 两岸关系就有风险 台湾青年的未来 也是岌岌可危 那么从最新的民调 可以看出啊 20到29岁的台湾年轻世代 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比率呢 从1.1% 一口气是提升到了4% 显示所谓的天然毒 不再是铁板一块 对于台湾青年的中国人认同比例 在民进党上台之后升高的现象啊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政治所所长陈仙才 他发表了观点 我们来看 这凸显出年轻人对台湾目前状况的不满 对蔡当局施政表现不满 对台湾发展前景充满了悲观 尤其是呢 看到大陆经济发展迅速 台湾青年对于民进党上台之后的总体表现啊 更是失望 其实呢 误解是源于不了解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庞建国 日前也是刊文指出说 有人称台湾年轻人是天然毒 其实呢 这是台湾当局啊 去中国化政策的产物 其最主要的原因是 台湾年轻人对于大陆的不了解 那准确的说 这是一种人造毒 而不是天然毒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纽泽勋 也发表了观点 我们来看 两岸的文化纽带依然是存在 台当局越是希望透过去中国化来切割两岸联系 越是会引起台湾理性年轻一代的反感 我们还注意到呢 在这一份民调当中 当被问到 去大陆的工作意愿时 有37.5%的年轻人是表示愿意的 显而易见 两岸大势的一推移啊 让台湾的年轻人是看到 大陆拥有着光明的前景 机会无穷的未来 两岸之间多沟通 多往来 一起来推进两岸 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 台湾青年才有出路 以上就是我的书里 再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好的 谢谢张慧的书里 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 赖清德上任三个多月 近日他透露 本月起将听取行政团队成员 新年度的业务报告 将以长中纪的格局 破坏施政重心 改组时间点将在 二月中旬农历年前后 赖清德去年9月8号 就任台湾地区 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一职 当时蔡当局民调低迷 为求施政稳定 赖清德仅将台行政管理机构负负责人 与秘书长更换为施俊吉及卓荣泰 大部分行政团队成员几乎留任 显示出赖清德不急着换人 而是先运作三个月 再检视是否有行政团队成员 放错位置 机动调整 在三个月磨合期后 从本月起 赖清德将听取各成员 新年度的业务报告 此举有如面试是否试任 将决定其改组幅度 据了解 本次改组的主要部门 包括了台当局的劳动部门 财政部门等 台当局内务部门负责人 叶俊荣属学者性格 多次遭到绿营质疑 加上对警政宗教等部门掌握不力 极可能中坚落马 而被点名为老蓝男 林权财经帮的台财政部门负责人 许于哲 也曾因台湾赵丰银行被美国重罚 遭质疑不试任 另外台教育部门负责人 潘文忠 因去年9月 克刚审议黑箱争议 也被列入观察对象 过去的2017年 是不平凡的一年 世界在悲喜交融中 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 在辞旧迎新的时刻 多国领导人 向自己的国民和国家 发出新年的问候 这些世界格局中的主角 在过去一年 有着怎样的标签 他们在新年之际 又有怎样的感想和抱负 今晚十点 本台两岸直行栏目 将为您深入解读 敬请关注 好 赶紧收看今天的两岸新新闻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